輪到柯文哲了 簡連今天繽紛十路 偵辦金華城地案 就來到了柯文哲住家 還有好幾個地方 一起來搜查 結果柯文哲一度不開門 林總前還問 辦案人員一定要這樣嗎 不怕晚上釀政治風暴嗎 是會釀成什麼風暴 而今天更讓人看不懂的是 到底搜到了什麼 必命的證據 一起帶走了陳佩琪 過去金華城 他很少連在一起的 他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好 金華哥還好 報警的觀眾朋友 今天台北政壇最大的震撼彈 就是柯文哲 民眾黨的黨主席 台灣的總統參選人 他從他的住家被搜索 然後四個多小時之後 被帶回了廉政署去 那我不知道在我們錄影的同時 他會不會後來 還移送北檢附訓 甚至進一步的深壓 觀眾朋友 一層接一層 我來跟說給大家聽 早上的6點20分的時候 辦案人員 三台車的人 好多的人就已經到柯文哲他家樓下 柯文哲通常去上課 都大概7點左右會出門 所以6點半就來 以便他已經出門了 他按了電影以後 他沒有人回應 所以一群人就在樓下裡面等了很久 然後這一群人 他離開7點半左右 一個小時以後 他離開7點35 再回來的時候 門開了 他們怎麼聯繫的 目前不知道 然後他們就上樓去了 現在導播給大家看的畫面 已經是11點都快12點了 也是從7點35分上樓 開始進行搜索 一直到11點快12點 4個小時過後 柯文哲下樓 那我跟俊翰哥報告 柯文哲下樓的時候 陳美琪還沒有出現 那他就當著所有的 電子媒體的面前 跟大家說 到底有什麼證據 跑到我家來 跑到我的辦公室 進行搜索 我們台灣的連檢調 要跟大家講清楚 憑什麼搜索我 我是民眾黨的黨主席 最大的在野黨 而且我是總統參選人 所以柯文哲就在他家門口 做了這樣的聲明 他沒有多講 其他的部分 大家記者問了很多問題 問什麼 等一下我跟大家說 他都沒有再回答 他就上車 可是上車之後 車子沒有開 他還等陳佩琪 陳佩琪也跟著就出來了 這是今天的畫面 但俊翰哥 陳佩琪也跟以往完全不同 他連跟記者講一聲說 不要圍著我 讓我過去 這樣子的話都沒講 從頭到尾就是 慢慢的向前 然後上車 跟著柯文哲一起離開 那根據我們的了解 陳佩琪是在 清華城這個案子當中 他是用證人的身分 跟著一起去 所以你要知道 柯文哲在上車之前 所講的這句話 你們確定要這樣做嗎 這樣做今天晚上會釀成 政治風暴 這個話是有媒體人講說 他在內部這樣說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證實 可是同一個媒體人 他講了說 柯文哲為什麼會被查 俊翰哥 為什麼今天早上7點鐘 就衝進去了 據說柯文哲 他的太太陳佩琪 明天就要去美國 柯文哲下禮包就要去 好 觀眾朋友 最近好幾個案子 清華城的案子 有沈慶晶 有這個應曉威 應曉威是跑去台中 要出境 沈慶晶是在家裡 又躲在他的那個防火桃身體 所以沒有直接主動 很坦坦蕩 願意到 甚至可能跑出國的人 就要生壓了 那所以倒過來 如果陳佩琪明天就要去美國 柯文哲下禮包要去的話 看來就有可能出境對不對 好 那這個我要先跟大家講 這個傳言 今天在媒體圈都傳遍了 可是 民眾黨的發言人 有跟大家講 沒有這一回事 柯文哲確實有美國計畫 因為他是個當主席 是9月21號 今天還8月底 所以整整還有三個禮拜 他說這個是個錯的訊息 不要亂講 但是就像我要跟大家講 柯文哲在今天 被搜索他的家的 那一個小時當中 他一開始選擇不開門 這件事情也讓檢調 一開始沒有辦法進去 而媒體越聚越多以後 四個小時搜索結束 下樓去接受付訊 而柯文哲目前的狀況 會不會到北檢付訊 我們在錄影的同時 還不知道 好 韋翰 我們進一步要深究進去 柯文哲今天晚上 會不會被生壓 法官會不會准了 把他壓進去這件事情 要看證據力 到底今天派出什麼樣的 一個辦案陣容 他們又帶走了什麼資料 好 君大哥跟觀眾朋友 可以發現說 我今天在講這個話題的時候 特別嚴肅 因為這是個很嚴重的事情 那觀眾朋友 同案還有誰 我們就講 昨天的同案 另外六個 三個交保的 印小薇的主任 還有這個有沒有 這個威京集團的 這位這個金華城的總經理 他們都是巨額的交保 但是沈慶京跟印小薇 他們是直接收壓進見了 所以同案 生壓進見的這兩個人 還有他的這個辦公室的這個助理 三個人都已經收壓進見了 那柯文哲呢 君大哥還有所有觀眾朋友 柯文哲呢 觀眾朋友 第一個就是柯文哲 他其實只是去 雖然列為被告 可是問完案之後就回來 這是中晃1 有可能 對 就離開了 就問完了 無保請回 對 就回去了 第一個叫無保請回 第二個呢 就是交保後傳 第三個呢 就是直接進行生壓 就是這三種 可是你要看他的規模是什麼 因為我們幣 觀眾朋友並不了解 在剛剛的畫面當中 來 我給大家做解析 剛剛在柯文哲他們家樓下的幾個人當中呢 其實都是大有來頭 首先 站在柯文哲 要離開之前 他的畫面右手邊 這個戴著口罩的女生 他是誰 君大哥 他是台北地檢署的主任檢察官 江振瑜 所以呢 主任檢察官親自出動 第二個 早上去按電鈴的時候 站在那個電鈴 隊長機旁邊 一個身材中等的一個男子 他是誰 他是廉政署 這是廉政署出動對不對 副署長 林漢強親自在隊了 所以他以前也是主任檢察官 所以等於是雙主任陳其的 連副署長都親自出動了 畢竟他是柯文哲 第二個 台北地檢署裡面其實有很多谷 檢察長叫做天 然後這個主任檢察官 相約主任檢察官叫做地 因為天地玄黃 每一個谷都有一個代號 可是這次出動是什麼谷 君大哥 什麼谷 這次出動的是虛擬的端谷 端谷是什麼意思 檢察官在辦案子的時候 我自己這個案子 我就是譬如說我是檢察長 我是天谷 所以就跟我同案相關的書器官 大家就按照這個谷號 去進行這個所有的這個調卷 可是當你這個案子已經 大到整個台北地檢署 所有檢察官都要動的時候 所有檢察官都要約件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虛擬的端谷 那這是我們中華民國史上 第六次出現端谷 以前包含了私菸案 還有其他這些重大案子的時候 曾經也出現過端谷 端谷代表整個台北地檢署 通通都出動 要把這個案子查個清楚 好 今天就是兵分實錄 查他家 也查辦公室 也查中央黨部 聽說還帶走了好幾箱 真的可以扣到一槍斃命的證據嗎 所以我們知道 在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沈欽清跟易小微都被這個直接申壓 也已經這個申壓獲损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柯文哲一定會被約談的 可是約談動作確實一來了以後 大家也覺得政治風暴就起了 因為畢竟他是民眾黨的黨主席 他是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家裡要搜 然後搜了四個多小時 他的辦公室 在台坡大樓辦公室今天也在來 那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這個不是之前去過了嗎 上次去的時候是政治獻金案 是北極站 可是這一次是金華城相關的案子 所以再去 而今天扣回了有兩台主機跟一箱資料 那在去的當下 觀眾朋友你看這個畫面 在台坡大樓南京東路 其實黃珊珊人7點多的時候 也在現場 可是媒體一到李浩黃珊珊 開始打電話 按照時間去這樣對的話 他是不是在跟柯文哲打電話 我們不知道有可能 那所以他也就到現場去 配合整個連政署的 這個台坡大樓的搜索 那你要知道 黃珊珊當時打電話的過程當中 跟誰講的話不知道 那記者一拍 他就往這廁所方向走了 看起來確實這件事情 讓整個民眾黨上下都動了起來 那大家要知道 其實黃珊珊的角色 目前我們也在觀察 簡書培台北市議員 他就是一直在警釘 他跟游書會 進化成案的台北市議員 他說等一下 黃珊珊也是當時的副市長 黃珊珊這件事情 他不關鍵嗎 他認為解調也有可能會約談黃珊珊 整個金華城的案子 我們過去談 每一個環節到現在 到底蓋了三次的章 柯文哲市長 前市長 他在整個案子當中 他扮演的角色 副市長彭聖珊 已經被約談 三個半小時之後 就已經請回了 有沒有那很快 但是看來柯文哲的那個狀況 跟映小偉還有曾經 比較類似 而不是彭聖誠的那種情形 所以後續到底是怎麼樣 中華民國無罪推定 我們後續再繼續看下去 今天晚上柯文哲會不會被升壓 宇軒 我們當然知道金流是關鍵 問題是你勾計到金流 那個叫收賄 勾計不到金流 也有可能觸及土利 你怎麼看柯文哲的下一步 沒有 柯文哲他開場就講錯了 因為他第一點他說 就是史上第一位在野黨主席 要被檢調搜索 請執政黨說清楚講明擺 第一 查理的是誰 檢調 那我請問一下鄭文燦是什麼 鄭文燦不是在野黨 鄭文燦是執政黨官員 有沒有被辦 你那時候有沒有該兩句 沒有啊 所以柯文哲在幹嘛 他要把它搞成政治對抗 這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他要把這個變成是政治事件 但我跟你講根本沒有用 因為檢調今天為什麼會去查 柯文哲理由很簡單 大家也知道你是在野黨黨主席 大家也知道你會搞政治對抗 所以我們心裡很有底下 早知道你會這麼做了 所以萬全準備都已經做好了 如果各位 今天不是檢調 已經找到相關的金流 昨天應曉威跟沈慶已經談了多久 從早上談到下午 早就已經身壓禁見了 為什麼要搞這麼久 你覺得律師會看一個我們講的 看相關的內容看這麼久嗎 越券越這麼久 居然我們大家都是明白人 不可能嘛 那檢調在幹嘛 溝通嘛 睡之以晴 動之以理 在幹嘛 希望他們能夠重拾交代 重輕發落 那他們到底公出了什麼 那後來是不是我們講 現在已經半夜都積壓了 那肯定 我跟你講 沈慶晶他的高齡已經78歲了 對 你就跟他講 你真的覺得 你在裡面承受了兩個月嗎 你還是重拾交代 重輕發落 轉污點證人 全部都會念轉啊 我跟你講 因為檢調後來放出來一個消息說 案情隨著積壓這兩人 有了重大突破 各位你不要誤會了 現在檢調敢去動柯文哲 不是說他們嘴巴講了什麼 所以我決定去動他 絕對不是這樣子 今天你敢去動一個在野黨大主席 一定是我確認到的金流 比如說什麼金流 印小衛的4500萬有沒有部分 甚至是全部流入到柯文哲的手中 或者是沈慶晶拿的那個 幾億元的公關費 是不是流入到柯文哲的手中 因為你不要忘了 柯文哲123所有的帳戶 以及木可的帳戶 以及金華城的帳戶 以及沈慶晶的帳戶 檢調有沒有全部掌握 有嘛 否則怎麼今天敢去動他 你不要開玩笑了 所以這個局早就已經不好了 我一定是不下天羅帝王 請君入翁 我等到我確認 絕對可以把你一刀斃命 我才會出手 否則今天我跟你講 只要把柯文哲放出來 只要交保就好了 甚至是無保請回 你要刮起政治海嘯了嗎 對 絕對政治海嘯 反撲的是誰 是賴清德嘛 絕對被罵死了嘛 民眾黨絕對每個都跳起來了嘛 今天只能有一種下場 只能有一種結果 也就是當柯文哲今天一路訓練到晚上之後 馬上申請羈押禁件 同時 檢調再把消息放到媒體 比如說四正一 四正二 四正三 柯文哲最正確的招 明天早上禮拜六 開什麼 羈押提示 直接人就押進去 我跟會報告啦 我覺得只有這種可能 我覺得沒有別的可能啦 因為今天你要知道 檢調敢這樣去出手 敢這樣去動作 他也知道這個後座用力 他也知道柯文哲會做什麼樣的反撲 所以他才會慢慢的一次一次的 什麼四千三百萬 什麼四百五十萬 放出來讓柯文哲去解釋 讓柯文哲去澄清 你知道為什麼讓他解釋澄清嗎 因為你不需要說謊 等到你說謊之後 我的起訴書也好 我的市政公佈之後 讓你的人設 人格完全毀滅 這個時候我辦案才有正當性 不易 如果按照剛剛宇軒描繪的 這一個情況去發展的話 柯文哲今天已經說了 你們把我帶走會引發政治風暴 更何況壓了我 如果讓柯文哲無保請回 那就不是政治風暴 叫政治海嘯 因為大家都認為柯文哲恐怕 被剩壓是基本 被收押是相當有可能性的 所以他沒有事 反而效果會更大 但是我要講 柯文哲在金華城的案子上 為何之前大家討論的 都是圖利罪而不是賄賂罪呢 因為很簡單 沒有金流 但是今天早上柯文哲不只他的住家 還有他的辦公室 以及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都被搜索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恐怕 不只是柯文哲的政治獻金有問題 連金華城案上面都找到了金流了 而且是非法的金流 所以這個非常的明顯 這次去搜索柯文哲就是錢的問題 而從兩件事上非常的明顯 要知道今天早上搜索的 不只是柯文哲家跟辦公室 還有一個人家裡也被搜索了 彭政生 副市長家裡也被搜索 本來大家都以為 彭政生副市長已經沒有事了嘛 不管是從檢調 還是從市議會出來 都是一派輕鬆 感覺好像沒有他的事了 為什麼今天突然被搜索 我個人懷疑 一定是有人共出了 恐怕有金流的問題 可能連彭政生都有拿到錢了 如果連副市長都有拿到錢 那請問一下 黃珊珊副市長 包括了柯文哲市長 有沒有也拿到錢呢 這個是非常起人疑鬥的事情 再第二個我覺得更嚴重的是什麼 陳佩琪 柯文哲的夫人 被列為證人 我問個問題 陳佩琪在金華城岸有什麼關係嗎 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大家真的很意外 對啊 跟他什麼事情 但是柯文哲的夫人而已 就被列為證人 要知道陳佩琪只管柯文哲 一個什麼事情 錢 柯文哲所有的帳 所有的存款 都是陳佩琪在管的 所以陳佩琪去幫金華城作證 只能夠做一個證 就是金華城 到底有沒有金流的這個證 所以既然連陳佩琪也去了 彭政生也被搜索了 那我覺得柯文哲被搜索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要知道以現在的狀況 講難聽點啦 賴清德還會特意的 重手去打柯文哲嗎 為什麼不會了 他不會去做這種 繞人口實的事情 因為柯文哲的案子已經太多了 不需要他下手 而檢調今天敢大剌剌的 直接去搜尋柯文哲 包括民眾黨所有的地方 代表了他們一定或多或少 有相當的把握跟證據 他們才會去做這個事情 而當他們有把握有證據 敢去動柯文哲的時候 那就代表了柯文哲 被收押的日子也不遠了 今天兵分實路對柯文哲出手 我們都在意料之中 重點是他會不會被收押 看一個人 最大的破口在應小威 他已經被押進去了 而截至目前為止 檢察官居然查出 這麼驚悚的過程 應小威把自己當成了地下市長 柯文哲居然也跟著起舞 對 其實再來講的話 應小威真的是 所有的案子的起源 而且他好像後面的螢武者一樣 他為什麼會被擠壓 為什麼沈慶晶也會被擠壓 為什麼吳樹銘會被擠壓 其實他們都是被 北檢的引蛇出動給震出來了 一個傳喚通知書 9月5號把沈慶晶給嚇壞了 沈慶晶嚇壞之後 應小威竟然想跑 結果竟然跑去機場之後 轉到了台中 他以為桃園出不去 台中竟然可以尋小三通 先到金門再出去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應小威 如果你真的想跑的話 你桃園出不去的話 台中也出不去 有電腦連線 你唯有機會去基隆的八斗子 走水路賊湯才出了去 9月5號時間還沒有到 但是就故意發一個 未來的傳喚書 結果果然敲山正虎 沒事為什麼要出境 心裡有鬼嘛 有鬼 有什麼鬼 我就叫你來 一叫進來 直接押進去了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講說你到底 跟金華城的關係 有沒有這麼深 過去以來曾經就被檢舉 有到這個地方去 正內亞歷 全台北市 甚至全台灣最貴的豪宅 淘租飲員 但是他後來否認說 沒有 我只是參觀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人 我相信台北市議員 那麼多個 也不是每個人 都可以走進來參觀 所以你去跟金華城 沒有關係嗎 那回頭去想 從頭到尾 他可以說是 整個市議會裡面的金華城 代言人 他竟然可以帶著 沈慶經去參加 都委會的會議 都委會的會議 你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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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進去 你什麼東西 你憑什麼 業者可以來 跟你有關係嗎 你到那個地方 難道你覺得 你就是另外一個地下市長 我要來這邊 跟我的金主 跟我的業主 來 你看 我來彈一下 然後把官員 罵得跟什麼一樣 甚至他把官員 叫到研究室去 然後一路一路罵 罵完之後 進來還有一件事情 除了疲勞轟炸之外 如果你回去之後 他還找上了科文者 問說你這個台北市的官員 為什麼持反對意見 這個容積率 還要叫官員來寫報告 你叫官員寫報告 而柯文哲還買單 對 柯文哲還買單 柯文哲來講的話 就有請秘書來 賴這些自焚的官員 所以為什麼 最後金華城的容積率 會多送這個20% 其實有沒有這觀念 一定有壓力下來之後 有人接了 他怎麼可以這麼囂張 也不是只有這一次 過去講過的話 通通留下紀錄了 以前易小輝獨門的囂張 他的選區在那裡 在中正萬華區 中正萬華區那個地方 包括榮山市 大家還記不記得 竟然有一個影片出來了 這影片出來是怎麼樣 拿著潑水車去趕誰 趕街友 你想想看街友已經很可憐了 他都沒有地方住了 然後在榮山市對面這裡 竟然 去趕出去 趕出去之後 大家就想說 你在幹嘛 你半夜不讓人家睡覺 為什麼呢 原來他要把街友給趕走 因為周邊的房價要起來 那時候很多的網友就想說 基本人權在哪裡 你當台北市議員 那些住戶 有一些你的支持者 是你的選民 街友難道就不是人嗎 造型啊你 造貴啊你 這個時候為了房價 為了衝高當地的房價 你可以不把他們當人看 用水去潑他們 然後到了快過年 尾牙的時候 你又要化身為人間菩薩 又辦了好幾桌 請這些街友來吃 對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然後甚至還曾經有說過 誰潑街友的水就發獎金 這東西來講 規矩來講的話 很多人都覺得 根本是一個不適任的議員 好 今天整個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議會他主持 你今天只是照便當會 大家找來 你當一個橋樑 中介就也可以了 居然你變市長 你變副市長 你變都發局局長了 市政府是你的嗎 現在來說的話 看起來就是 你看所有的文件裡面 都是誰來 主持人都是 映小薇的一個主持 然後他的研究室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就是這一次也被羈押的 叫做誰 叫做吳順明 吳順明檢查問他說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物 他一開始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我到底 他這也搞不清楚 我到底是議員的助理 還是我是其他的工作人員 後來從錢就可以查出來了 他掛名在他的研究室裡面 當他的助理 可是他竟然被羈押 原來他領的錢是威京的錢 等於說威京他為了這件事情 他為了把容金律給通過 每次你來跟我報告 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他是沈晶晶養在 養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還沒機會 辦公室裡面的眼線 對 人頭 對 我怕你每次拿了我的錢之後 虛於為宜 我乾脆養一個人 所以查樓樓到尾 他的薪水竟然是什麼 是威京的顧問 然後領他的威京職公司 造星化學的薪水 而且他常常跟沈晶晶回報 問題是昨天天在搜查的時候 請問一下助理先生 你都不認識沈晶晶我不認識 檢察官說 你不認識一天到晚跟他打電話 你在打什麼 所以兩個就中了 就全部羈押起來 所以你就看到了 你堂堂一個首都的市議員 你居然也允許財團在你這邊 安一個人頭 然後跟著你們沆瀣一氣 送出840%的容積率 對 在這件事情之後 大家回頭去看了 易小薇議員的一個過去 有一個畫面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大家印象深刻 那時候已經選上了議員 可是竟然在路上 就直接被人家攔下來 攔下來的話 那時候記者都還在拍 怕什麼 他就說你是包二奶 這個是跟司德有關係的一個事情 所以他就是被指控 而且被人家聽渡 直接給堵下來之後 就直接說你是包二奶 易小薇那時候非常的委屈 哭 流淚 這個民眾去痛罵他 你是被包養的小三 對 你是被小三 就是包二奶風波 然後那個時候的事情 其實現場不是為了這個 大家去問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全部就被拍下來 那大家就想 為了哪一個男人燒出這把火 在這一次裡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關鍵人物 他的辦公室主任王尊坎 大家其實他有一點江湖背景 在外面的話不叫王尊坎 叫王坎 就叫坎哥 所以他其實在過去來講 他有經營過一些特殊的一些頻道 松字頭的頻道 以前第一次台 比較後面都夜間 比較有一些清涼畫面的一些頻道 其實都跟他有關係 所以大家就叫他情色大亨 那其實後來事情過去之後 乾脆就到了辦公 議會的研究室裡面 當他的辦公室主任 觀眾朋友 我們在討論的是 4500萬的公關費 追金流是吧 金流已經出來了 所有的這個金流 匯到了基金會的賬戶 由吳順明領出來之後 再進一步匯到了 坎哥王尊坎的賬戶 最後就進到了硬采為去了 對 所以在過去以來 從2018年 你以為你身不知鬼不覺 但其實每一個筆錢的流動 都是有紀錄的 每個筆錢的濾心都有終點 那現在檢調查出完了 這些錢的終點 都到了應曉薇市議員的口袋裡頭 好 陽明你怎麼看 這樣應曉薇比我想的還要誇張 他把自己變成了地下市長 可批隨便他 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你怎麼會笨到在這個 你都已經知道 我相信他都已經知道 審慶金收到所謂的傳票 就是說這個案子已經要辦了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要出境呢 好 你去了一個機場 告訴你已經被通知 你被禁管了 你居然沒有乖乖回家待著 你還去另外一個機場 這就是在製造你被羈押的可能 所以今天他被押完全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柯文哲的部分 俊翔哥 記不記得 上一次民眾黨大動作開一個記者會 隔天木可就被搜索 為什麼 因為木可說我們要結束營業了 結束營業 馬上檢方申請搜索票 馬上隔天去搜 為什麼 怕你滅陣 那昨天的記者會到底又丟了什麼殺害 讓檢察官覺得 我今天七點就要來了 好 第一個 柯文哲請假三個月 請假三個月你會不會東跑西跑 你會不會出國 我們不在今天還一度傳說說 他要飛去美國 再來 還有一個關鍵 柯文哲昨天在他的記者會上面 承認了他今年選後有跟沈慶晶 到他的桃豬影員唱歌啊 你跟沈慶晶是有私下的私交的 這個就是關鍵中的關鍵 所以今天的這個狀況 你講到了去桃豬影員唱歌 觀眾朋友 我覺得他都不老實 他在擠牙膏 他在刻意掩藏另外一場 他進到了桃豬影員 時間點太敏感了 大選選前藍白河6點生命之前 你什麼事情喬什麼 急到那個時間 你連大選都還沒喬定 你要跟沈慶晶約在桃豬影員 不管他見了幾次的沈慶晶 我相信這都是檢調 現在在釐清的 比如說在處理金華城案的前後 你有沒有見 選選舉期間你見他幹嘛 選後為什麼他要慰勞你 就像俊大哥為什麼不慰勞你 為什麼不慰勞趙少康大哥 有功才要慰勞啊 為什麼不慰勞侯友宜先生 對不對 所以你同樣都落選 為什麼沈慶晶獨獨慰勞你 所以這個檢調就可以做出一些連結 至少確認了你和他是有私交的 所以在昨天這場記者會 讓柯文哲深陷了自己挖出來的坑 他跳了進去而剪掉 馬上申請搜索票 而且一次就準 一次就準 那大家去想一想 鄭文燦到現在搜索票都沒有準過 所以你就知道 檢方在處理這個案子 是勢在必得 我也看兩件事 你看應曉威曾發自己搞得 跟一副天王老子地下市長一樣 他帶沈進去參加都委會議 這個是陳情人 他憑什麼 再來他居然公然的 痛罵施壓公務人員 你怎麼看 其實因為這個案子也談很久了 一直到已經確定收押之後 原來當初在開這些會議的時候 有所謂的惡行惡狀 我們之前也不知道那麼多 沒有在會議裡面 都只有講說 大家討論有不同意見而已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過程當中發現說 應曉恩議員在這個建議 就市政府應該聽金華城的 自己的20%的容積獎勵的 這一個申請案 他過於強勢了 因為其實這個議員 他在提出陳情案給市府的時候 他只要如實地轉達 他的陳情人 第一個不可以有任何金流 不可以有對價 然後也不可以跟市府進行施壓 他只是轉介陳情 百分之九十九點就不會有問題了 所以當你的態度很強勢的時候 再加上又查到金流 那這個時候其實說實在的 他就已經埋下了一個不地質炸彈了 過去我們不知道 可問題是這些委員都知道 這些市府官員都知道 那這就為什麼牽扯到 現在客問只要被約談了 因為他是市長 他不是講一個市府的團隊下勤上傳 或者是壞消息傳到最後的headquarter的 那個速度代表一個青年團隊的效率嗎 那你的市府裡面有那麼多人 雖然也有人贊成沒有錯 我相信柯文哲跟這個彭正成副市長的意思是說 我們只是接受了陳情去做這個事 我們並沒有主導他們一定要這樣過 可是施壓的人就是議員跟跟沈慶晶嘛 施壓嘛 沈慶晶說去開會的時候也辱罵公務員嘛 這一點其實我說實在的 我覺得柯文哲有愧於市長的職守 你不可以讓你的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不管他是一個科長或是一個局長 被這個不管是財團或者是民意代表去辱罵 他可以來澄清說我們有意見 你怎麼會放他們這些公務員被辱罵呢 好那現在有金流 金流這個數字4500萬左右 他到底是不是有印小偉一個人 那觀眾朋友說實在的 因為金流浮世成清晶跟印小偉兩個人 個人是中工給助理助理在轉男朋友 都覺得我都沒有啊 但簡單沒有那個你看這個的啦 有這個金流即使是都很外圍以後被掌握到 你們自己不知道再加上最後一個 就是印小偉他有出鏡的動作 那這個就迫使得檢調要趕快去動 否則他就跑出去了 所以為什麼會被後來深壓而且收壓 就是因為他有金流 當時有這樣子的一個過度的關切 再加上他有可能出鏡逃亡之魚 所以就把他給壓起來了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的是 movie 我以為大家認識的 今天的評論是 一贈用其他嗎 是